如果我们给火炬树桩吃四包金颗拉基因杂交进化 火炬树桩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都知道 火炬树桩作为植物大战僵尸里为数不多的辅助类植物 可以配合豌豆类植物打出超高伤害的火焰豌豆 对付一般的僵尸还是可以击败 但是如果碰到大个子巨人僵尸 还是很容易吃席 巨人僵尸一锤就把它秒了 那如果我们给火炬树桩投喂一包金颗拉基因杂交进化 看看会发生什么 火炬树桩这一包金颗拉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全身都被冻僵了似的 非常寒冷 新植物冰宴树桩 由火炬树桩和寒冰箍杂交而来 豌豆类植物的子弹经过会变成蓝火豌豆 那我们派出八只橄榄球僵尸来测试测试它的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冰宴树桩太牛了 僵尸直接被按在原地挨打 那我们继续吃第二包 看它会发生什么 寒冰树桩这一包金颗拉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身体里要顶出什么东西了 新植物超能机枪树桩 由机枪射手和火炬树桩砸劲来 成为了一个全新植物 现在不需要豌豆类植物的辅助 自己就可动手发射半瓶伤害的超能火焰豌豆 那我们就派出最强大的五只红眼巨人 看看它能否击败 第三包金颗拉杂交进化 新植物毒焰树桩 配合豌豆类植物 可打出超高伤害的毒火豌豆 那我们派出五十只晴天巨人僵尸 来测试测试它的威力怎么样吧 第四包金颗拉杂交进化 无厌树桩这一包金颗拉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体内有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快要迸发出来了 新植物暗黑毁灭树桩 由毁灭孤壳活剧树桩杂交而来 是火剧树桩的最终进化 不需要豌豆类植物的辅助 就可直接发射暗黑毁灭子弹 子弹接触到僵尸伤害 毁天灭地